這個事實是我們現在最痛迫,我們這個態度除了有好地區人士、科技界人士、科技界人士一齊推動 你們態度剛才提到,當然最重要、最基本的一個必要廣告的東西是香港家的公共教育,令大家受騙 但我想那些騙外,可能有很多人從來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最容易受騙的那些人,可能是某些層級的人 可能是最難接觸到的,可能是一般的公共教育,可能是最接觸不到的那些人,正正就是最容易受騙的那些人 你們有沒有這些想法和方法,去真是接觸一些最可能有機會受騙? 我們這方面有兩個方法,首先第一,我們在地區層面會容易接觸的 對他們來說,可能有些金銀大的,但會容易接觸的那些,例如一些馬車,好像水 或者有些,你這個廳內被人種了很多錢去送去,這些相對少壓的 我們在地區層面會做一些互動一些的和路由機,去令它知道信息 你收到這些信息,不如說說,你先打個電話給這個女兒,是否真的可以去這件事 才可以做其他的行動,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為何為多一些互動的方法去宣傳呢? 即是怎樣做一些社區活動,還是透過更多的社區網絡 是否區議員,是否關外隊,去跟這些社區人士,即我們的市民去宣傳教育呢? 沒錯,兩個層次,第一,我們會明年第一季搞一個全港的全民反詐騙人 去那個駕駛化形式,用遊戲形式,跟一些地區的人士,跟一些市民去做互動的 當然會利用我們合作的學能夥伴,包括區議員 即是新秩序區議員,三會成員,其實有連罪會的 這些朋友都可以一起結合狀去地區去推廣的 那這個我相信可以協助到政府連續的情況去推廣的信息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今次我們看到,一些雜貨品有些年多是一些投資提供 而投資提供的金額是非常大的 即是少值幾十萬,過值幾千萬都有 因為它利用了你希望投資增值,給一些營透小利,你開始 然後越踩越深,你去到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時候 你就能夠出格了 那這些騙案都是針對專業人士的 那我們大約會就會走訪專業平體 向這些專業人士去傳播一些訊息 以及找一些售票的當事人去現身說法 令到他們更加有第一分的感覺 因為現在很多你會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一些不系重的傳播 可能你聽完之後,你覺得這件事不怪我的事 你都說聽真的很容易 這些都已經存在,但是可能我們要用更加多的方法來 令到不同層次的事物去接受很多的信息 從而增強自己的防疫抵抗力 剛才我們跟警方都討論到,有一些案件其實是一些跨境的集團來的 跨境的集團去到進行行騙 所以變成我們見到這樣子,你們發起聯盟的時候 都提出了一個建議,就是我希望透過 人大政協的提案,聯合中央的打擊詐騙案 加強訊息普通 其實我相信內地和香港兩地都有各自去做一些打擊詐騙的工作 你們希望透過人大政協的提案,達到什麼更加好的效果呢? 人大政協都是一些民衣的反應機構 我相信我們都會做到提案 我希望其中一個行動 就是本市王將香港的情況 加強反應比重量 當然我們香港的政府 都做了很多工作 那些不同的內地和國際影響 都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那些騙案已經發生了 可能我們要追查一些人士或者一些資產的流量 那實在是需要國家的支持 那所以這一方面我們希望呢 就是在國家層面 更加幫助到我們香港的一些狗片的苦處 能夠更好地有機會追回他們的損失 另外你都說到說有一些政策的詳異 那有沒有什麼例子 就是有什麼方法 在政策層面上 可以更加去到打擊這些的詐騙罪案 我相信政策方面呢 我比較關心就是 是一個主導控備的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一些比如我們現在的國務編持 OK 那麼需要全民主動上去搜查 我上去的問題 我們是否有問題 我們支持他 但是這個更加主要的做法 就是我們給一些放詐騙的英明 是否有問題 那麼從來的這個情況 我們會有問題 可以採取全民主動上去的 我們在選擇裡 我們要做的一些 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會不會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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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騙案很多時候是一些所謂的集團織的經營 你表面上是解股、虛擬資產騙案等等 你表面上好像是幾個團伙 實際上可能是一個團伙 他們用的技術都是類似技術 用一堆我們叫做IP的地址都是有關聯的 如果在源頭去做一些訊息的導致 我相信大家可以帶大家一些碰騙的機會 OK,好,謝謝吳傑莊,多謝你 吳傑莊就是立法會議員 看來真的這個年代 真的多了這些科技、網上的騙物 大家要多點留意 用不同方法去打擊 是啊,那就是要繼續做的動作 時間到了,拜拜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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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